大家好,我是登任的阿普 今天让你们走进一下我们西藏林芝中印边境上 沙雄村的值班防御的一个日常生活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次呢 我们村里面的青年志愿者队呢 加入了特别的一些组成的一些成员 大概的今天给你们分享一下 由我们大学生还有高中村组成的 还有村里的青年组成的队员 每天都会在我们这个24小时 在这个村离村大概在两公里处 设置了一个检查口 然后我们每个村都是 村与村之间不能来往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一下 身后就是我们村口的检查的住的地方 24小时在这轮流值班 还有村梁委员都在里面 每家每户轮流值班 主要还要在这边消毒消杀 然后村里面做核酸的时候 帮助这些老年人小孩 帮助他们做核酸 宣传防疫的政策 防疫的这些科学防范的 还有一个就是每天下午 隔一天到整个村的 整个村会都会消杀消毒的 等等工作 出家后兄弟们上 上 走 走 走 也许世界就这样 我也还在路上 没有人能诉说 也许我只能沉默 眼泪是软眼眶 可又不敢懦弱 滴得疼 只在白昼 接受所有的嘲讽 向着风 拥抱太后 勇敢的向前走 宣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 Sedan